大家好 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6月16号到21号 组织大家在北京进行游学 以前咱们游学都是去北京以外 古迹众多的地方 古都北京正经没有 成系统成规模的搞过 都是利用周六日的时间 零敲碎打去一个景点 所以好多外地朋友也来不了 来一趟也不值 要说北京3000年的建城市 800年的建都市 这个地儿怎么着也值得来一趟 北京古迹众多 像什么十三陵故宫 什么雍河宫孔庙国子建 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咱就不掰开了如碎的讲了 而且我们还会去到一些 不但你没去过 可能没听说过的小众景点 比如大爵寺 比如天宁寺 比如白塔寺 历代帝王庙 白云冠 这些东西我们也都会走到 所以不需此行 我在北京很想你 期待你能来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报名了 熟悉我的人可能都知道 我最烦喝酒 恨酒如愁 特别是烦那个 就是酒桌上给别人灌酒的 我老是觉得这就是欺负人 你能喝 你去跟更能喝的人叫板 比如说你觉得山东人能喝 那你去对抗东北人 东北人能喝 你去对抗内蒙人 你不要跟我这不喝的叫板 就好比打架 是吧 你去挑战你200公斤 你挑战400公斤的 你打50公斤的这算什么本事 说你把我喝躺下来 这算你什么本事 这很没劲 所以除了这个我天生就不喜欢喝酒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学历史的 历史上陪别人喝酒 在我看来更是一个痛苦而危险的影响 古代下级陪上级喝酒喝死的情况太多了 在这儿呢 咱先不提那些侍妾陪酒灌酒 只提王侯将相的酒桌 他们这些人上人放在酒桌上也是互相欺凌 喝到一命呜呼的这例子是不胜美举 五代十国的时候 后汉灭亡 宗史成员节度史刘崇 在晋阳建立了北汉政权 为了能跟后州抗衡 极力跟契丹人套近乎 不断向契丹派出使者 请求结盟庇护 北汉皇帝自称侄儿 派特使郑巩跟辽国交好 既然出使辽国就要投其所好 契丹人好酒 以酒吃肉林为时髦 当时辽国皇帝是牧宗耶律景 这哥们是个酒腻子 不管寒冬盛夏高兴还是不高兴 都必须得喝酒 每次喝酒都得喝一宿 接近黎明的时候才允许散场 什么政务都不管 到了白天就呼呼大睡 常常一睡睡到中午 因此得了一个睡王的雅号 这哥们你看最逗的是 你看那个 辽史目宗本纪 五千多个字 提到酒的二百多字 你可以拿这个电脑 你可以搜一下这酒占多少字 天天就喝喝喝 然后喝多了就杀人 就这个 而且他还告诉陈下 说如果我喝多了 要下令杀死谁 你们这个别听 等我醒了 你们再问我 问题他没有一天不喝多了 所以他丧命都因为这个 喝多了 要吃饭 结果人家现在生火 以为他不吃饭了 一睁眼给我做饭去 人现生火饭半天来不了 他说我明天天亮把你们都宰了 然后一翻身他睡着了 那几个厨子就想要得了 是吧 那横树是死 宰个他吧 就把他宰了 所以就把辽木宗给宰了 所以帝戏就又传回到了这个太子耶律贝那一戏 本来他是太宗的儿子嘛 结果又传回去了 他就因为这一句话 把玉厨得罪了 所以不能得罪玉厨 是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么一来 这木宗一好喝 上行下效 辽国上上下下 以能喝酒为荣 不善饮为耻 酒文化是相当浓厚 这郑公到了辽国又是送上巨款 又是表达无限景仰之意 那再把国书呈上 北汉的皇帝一口一个书叫着 木宗特高兴 一高兴就得大北宴席 这一宴席酒是不能少了 郑公呢 当然知道辽国习俗 不喝酒就是不给他们面子 那万一辽木宗当场翻脸 那之前那些外交主力就白做了 所以呢 辽国人的酒啊 一定得喝 能喝八两喝一斤 这样的干部皇上放心 所以这个郑公啊 身材魁梧 在北汉朝堂之上呢 也算是酒名赫赫 否则皇帝也不能派他来出使 但是辽国人的这酒文化 实在是太忙 那些官员一个个来和郑公敬酒 郑公知道自己不能拒绝 只能是来者不拒 喝了皇上喝大臣 喝了大臣再陪皇帝喝 几轮下来 郑大人就不省人事 体内的这个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等到取忠人散 这个辽人呢 把郑公送回到管义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死到沾帐里了 当时没有法医 没法鉴定死亡真相 但唯一的结果 只可能是喝酒喝死的 北汉使团只好拉着郑公的尸体 回去复命 眼瞅着 人家这个大使都把命豁出来了 辽国也得有所表示 所以呢 他们也派出军队 协助北汉进攻后洲 不过这个辽木宗喝成那个德性 国家不可能友好啊 咱们讲啊 罪梦中被仆人杀死 辽国的保护范围呢 也就盖不住北汉 所以后来呢 后者在宋朝的进攻之下 就宣告灭亡 无独有偶 嘉庆年间 梁广总督松云走马上任 途中路过江西吉安 清朝的封江大利啊 在任职途中 接受地方官员的招待孝敬 是前规则 一路之上呢 是大吃大喝 再加上吉安之府是老乡时 将来升官呢 没准得仰仗松云 所以松大人刚到吉安地境 就被知府呢 请去喝酒 这个官员啊 知道松云酒量惊人 自个儿不是对手 就找了一个军中副将陪酒 给长官做陪 那简直是天降好运 所以这副将呢 就使出了看家本粮 几个人喝得非常尽兴 一直喝到醉不能起身 舌不能伸直 才做吧 所以这顿酒啊 松云非常高兴 副将呢就得到了知府的夸奖 可能呢 是这个松云好酒啊 没喝这么过瘾了 第二天一早 松云找到知府 接着喝 顺带手把昨天那陪酒的副将也找来 没想到呢 回来报 说这个今儿这顿酒啊 只能二缺一了 为什么呢 那副将回家之后全身瘫痪 今天早上起来死了 得知一顿酒 喝死一个副将 朝廷纵二品五职 松云再也顾不上许多 连忙离开吉安府上任去了 而知府留在当地 为善后工作 跑前跑后 这起人命官司呢 倒是都没有影响 二位 夫妻皇腾达 松云最后还做到了大学士 只有那位副将 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就这么成了历史的注脚 面对这样的劝酒啊 我不喝不行吗 真不行 是吧 史书记载 汉光五帝 设大真于战端 刻有醉酒 寝地者 则以真赐之 你喝多了 我就把你扎醒 让你起来接着喝 另外这个曹操讨伐张秀 当时张秀投降 曹操大喜 军中举办酒宴 他在前面敬酒 点威拿着大斧子 在后边紧跟着 曹操向谁敬酒 点威就举着斧子 朝他行肚目礼 仰仰不喝 就那意思 颠了颠了你条小命吧 哪怕是皇帝 面对全臣的敬酒 迫于淫威也得喝 如果不喝的话 后果很严重 南北朝 北魏分成东西魏 东魏大权掌握在 大将军高成手里 皇帝袁善见指他的傀儡 皇上呢 对自个的处境很不满 私下里吐槽 自个没自由 高成听说之后 怒气冲冲 找皇上兴师畏罪 皇上为了安抚全臣 大摆宴席迎接 高成不想让这件事 就这么了了 于是拿起了 装满了酒的大壶 举到皇帝跟前 沉静陛下一杯 元山剑一看 我靠 这么大一壶 根本喝不完 借故推死 说我酒量不好 大将军的心意 我领了 高成一看 皇上不给面子 于是把酒壶 往地上一砸 我敬了酒你也敢不喝 皇上怒气也上来了 反正知道大将军早晚要篡位 与其这么屈辱的活着 倒不如嘴上痛快痛快 于是说 自古以来没有不亡的国家 朕这辈子受你的气也够了 爱咋地咋地吧 此话一说 高成更加气恼 指着皇上的鼻子骂 什么朕 你就是个狗角朕 这个狗角朕 应该是北魏六镇一带省的方言 大概意思就是挣个屁 随后高成叫来皇门侍郎崔继书 让他打皇上一顿 崔继书在皇上脸上打了三拳之后 扬长而去 事已至此 下一步就应该是谋朝篡位 所以第二年 袁善建善让给高成的弟弟高阳 东魏灭国 北齐建立 无论是辽国人劝正拱 还是高成劝袁善建喝酒 其实呢 他们并不是真想让对方喝这杯 灌酒的背后 其实是比谁的势力大 清朝官员只要高出来半级 就可以对下级官员随便打板子 也就是在古代有权势的人 可以肆意对没权势的人欺压领辱 酒桌上灌酒 只是把这种领辱行为具体表现出来 告诉你 我锅儿比你大 我人比你多 你就得听我的 这种逻辑啊 以现代的角度看 就纯粹是的野蛮 人与人之间如此 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 所以为什么劝酒这么招人烦 我想道理不用我多说了吧 好了 关于古代陪酒灌酒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